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 最不被看好的反应燃烧银来转机 4.8强台燃烧反应 消光层最佳打火机 元神,开放100集后还能留住玩家吗? 地狱模式并不能提升游戏乐趣 元神,火系角色完美做到一代版本一代神 唯独这两位四星还没养 说到配对都会以一位元素C为主力输出 其中火C是最受玩家喜爱的 从开服至今火C的使用率都是比较高的 但随着版本不断更新 新角色的加入 火C就出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 初新火C,老火C就没人爱用了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那就是新火C强度多少都比老火C强 不敢说强很多 至少玩法机制上比老火C好用 除开火C就只有班尼特和香菱还有玩家在用 以胡桃为例 在仆人还未上线前 胡桃绝对是火C天花板 现在已经彻底被仆人取代了 胡桃对一命的依赖还是比较强的 没有一命的胡桃非常吃操作 很多玩家最后都是将胡桃丢仓库 从历史深渊使用率就能看出 不是一命胡桃大多都放仓库了 而肖宫作为极致对单的天花板 用的玩家更少了 大世界体验还行 但随着散兵、夜兰、咸云的出现 肖宫除了点火外也没什么玩家想用了 最令玩家头疼的还是现阶顿最强的三位火C 胡桃、肖宫、仆人都是需要钟离的 这也就导致了只有一位火C会有玩家使用 图人又是当前最热门的角色 不论操作还是强度都比胡桃、肖宫强 原神开放100集后还能留住玩家吗 地狱模式并不能提升游戏乐趣 5.0那塔将开放100集 这只消息引起了原神玩家集体乐意 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么做的利弊 狼民也要开始学别的游戏通过开放等级上线 以此来让玩家们不会没事做 一个劲的去提升角色等级集点度 这么做必然会引发数值的膨胀 这么也会导致一个必然现象 那就是老角色集体进下水道 只有数值贵才能成为新秀 现当前版本只有封单角色全是靠数值堆起来的 真开放100集就只会是封单角色的天下 另外就是大家比较好奇的 天赋上线15集 满命角色也提不到15集 最多就是通过别的角色天赋来提升1集 最高只有14集 那么开放了100集 不就代表着天赋可以提升至15集了 等级上线都开放了 那么世界等级也会跟上 现在只要练度拉满的玩家 在大世界打怪真的就跟切菜一样 那么世界等级也提升后数值方面要如何平衡 相信不少玩家对于等级上线开放都不太感兴趣 只会觉得老米真这么做是在浪费玩家们的时间 因为大家的心里都很清楚一件事 等级上线的提升并不能带来足够的乐趣 反而又是各种打材料刷本 让无聊的日常多了件事可以做 并不能改变游戏长草的本质 原神最不被看好的反应燃烧引来转机 4.8强台燃烧反应 消光层最佳打火机 原神除了七大元素外 还有诸多元素反应 为此玩家们在配队时都会考虑到 元素反应这一关键问题 队伍是要走哪种反应伤害 就得加入相应的元素角色 而在这么多反应当中 燃烧是一直不被玩家看好的反应 4.8强上线一位新角色 那就是掉相思 一个连力回都会透露的角色 但定位却是提升燃烧反应的辅助角色 不过这个消息还没有明确的实锤 可心圣有物燃烧套却已经被实锤了 每当一个新圣有物的出现 必然会有与之关联的新角色 就如仆人上线后对旧的新圣有物也同时登场 这个燃烧套对应掉相思的概率非常大 如果将调相思加入到消攻的队伍 会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火系角色中 消攻完燃烧反应是最适合的 远程攻击可以避免自己也被燃烧反应给烧到 再配含草神 这群伤害效果再度提升 当然现在还没有太多的信息 可以确定调相思的真实定位 但这燃烧套总不能出着好看的吧 版本跨度不算大 但最近内鬼也很收敛 没有太多值得关注的信息 各位小伙伴还需保持理性观看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一起期待并参与其中 如果你对这些游戏的最新情报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我会及时为大家带来更多的消息和资讯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